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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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歡迎收看S.A.Car愛車區 我是Andy老爹 我們今天呢 又拖了一台MPV出來 就是Citroone的Blingo 這個網友都給他一個稱號 叫布丁狗 這個名字蠻可愛的 我們今天呢 是試駕它的頂規版 那頂規版呢 它的售價是134.8萬 型號是XTR 所以你可以看到呢 在接近葉子版這邊 有一個XTR的名牌 連這個X呢 有看到嗎 都是橘色 因為它有一個配色 你看喔 車側 車頭 都有這個橘色框框的一個配色 我先講一下這部車的一個特色 第一個 它在以售價來看 我覺得CP值非常高 曼尼哥試駕的FIL是125.8萬 那我們今天XTR呢 它售價是134.8萬 差了9萬 我先跟各位報告 差了9萬 差了什麼 第一個 17順旅圈 因為升級了 第二個 XTR的專屬外觀跟內裝配色 第三個2021年式的車款XTR呢 它有HUD抬頭顯示器跟QI無線充電 但你如果今天選擇的是2022年式 QI無線充電跟HUD抬頭顯示器 這個配備呢 沒有了 換成是Keyless 所以在配備上有一點差異 那各位去訂車的時候 可能要稍微跟業代確認一下 你到底是2021年式還是2022 我剛剛講125或者是134 你可以買到什麼呢 第一個 4米75的車長 好像沒有什麼了不起 但是它的走距2米95 接近3米 第二個 1.5升的柴油引擎 也沒什麼了不起 但是我跟你講 它的油耗19.4公里平均 因為它才有第三個 同級裡面 你大概找不到雷同的巴素 手製排變速箱 以這樣的一個價格 可以買到這樣的一個配備 算是非常非常不錯的 好 我們來看一下外觀 它幾個重點 第一個 我剛剛講它的車長4米7多 但是有一個地方要注意 因為它的車寬1米84 車高也1米84 所以如果你有買這部車 記得你如果有時候要進一些 比如說地下停車場 它有高度限制的 你只要看低於1米85的 大概有機會進不去 所以這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 但是它的車內空間真的很大 我們等一下來介紹 車頭它的遠燈近燈在這個位置 那上方是貫穿式的一個LED 日行燈 A柱的部分 跟車身採不同顏色的一個設計 這個造型當然就個人很主觀 然後在後視鏡的部分 它也採跟A柱同色的一個設計 後門的部分是側滑門 沒有電動 是手動 那開關其實也不是很費力的 其實算非常輕鬆 拉一下 我覺得女生操作 其實也不是太困難 好 那像我們今天呢 特別帶了兩張兒童安全座椅 那為什麼 是因為其實還蠻常遇到 有一些爸媽 可能他們就講說 老爹我是看著你的影片長大的 感覺好像我很老 但是沒有啦 我就年輕的時候看你影片 看到現在我現在要結婚生小孩了 但是我的預算呢 大概也就是擺來出頭 然後我想要一次升級到大空間 但是預算不要加太多 然後希望有O系底盤 然後有這個非常先進的主動安全等等 你可以考慮這部 好 那這個兩個安全座椅 等一下幫各位來示範一下 我們先來看車尾 車尾的造型 當然啦 因為它為了要求這個 比較好的實用空間 所以它走一個比較有點四方 但是又透過很多圓角圓潤的設計 來打造這個Blingo的後半部 好 有一個特色呢 就是後窗 可以獨立打開之後 你要存取 比如說你的行李啦 手提箱啦 背包啦 還是有一些空間 那當然後箱單一定可以開啦 沒有電動 用手動的開啟方式 那如果你要關呢 這邊有個拉繩 第三排後面的兩張座椅是獨立的 那一樣可以做傾倒 但是傾倒之後 它就不是藏在這個地板的下面 好 它這個第三排 可以傾倒 但我剛剛講不能躺平 但是有一個打平的方式 就是把整張椅子拆掉 那操作上也不是很難 基本上你買一百二十幾萬 你去買 就算你有五加二的SUV可以買 你也沒有這樣的一個後箱空間 好的 我第一次覺得 第二排的中間比較好做 你知道為什麼嗎 第一個它的椅背 比旁邊兩張還要再傾斜一點點 這個椅背呢 因為被第三排旁邊 兩旁的一些機構擋住了 所以它就沒有辦法做傾倒動作 它只有一段 就是固定枕這樣子 好 然後前面兩張 有兩張這個小桌子 小餐桌 這個是 假設你的Baby小朋友 坐在這裡 當然就是你的什麼 比如說三明治 早餐 飲料 就可以放在這 所以其實算非常好用 這邊呢 有這個 不能說三區 因為它 但是它可以獨立調風量 它總共有四段可以調 這邊沒有天窗 但重點是呢 你看它的頭部空間 這樣差不多是 至少有三個拳頭 這個空間 頭部空間媲美遊覽車 有沒有看到 舒適的坐在這裡 而且完全沒有壓迫感 但是有一個 可能是新手爸媽 像我們剛剛同事 因為她還沒結婚 所以她就說老爹 Isofix怎麼裝 我要教大家一下怎麼裝Isofix Isofix是什麼呢 叫兒童安全固定扣 就是在座椅的這兩個位置 你像這個 你看它有用拉鍊 去把它這個拉起來 那你要使用安全座椅的時候 你就把它拉起來 打開之後 你去摸 手去摸 一定會有兩根 這個是鐵 這兩根就是要幹嘛的 就是讓你去固定 兒童安全座椅的 那怎麼固定呢 你一定要買 由兒童安全固定扣 有Isofix的兒童安全座椅 你就把這一根 有沒有看到 從旁邊 把它往上拉出來 所以你拉出來之後 其實很簡單 因為拉出來之後 它就推不回去了 除非你把這個開關 這樣就收回去 OK 你就把這兩根 很簡單 就從這個位置 我剛剛講的那個位置 因為它都是國際標準規格 稍微對一下 這樣就好了 有沒有看到 這一張兒童安全座椅 就會非常牢固的 就是固定在這個位置上 這是固定兒童安全座椅 但是你的小朋友呢 麻煩一下 你不要兒童安全座椅固定好了 但是小朋友沒固定 那等於沒有用 好 當媽媽呢 我覺得媽媽真的是算 你知道 就這樣 這個叫什麼 母愛真偉大 當你有兩個小孩 坐中間的時候 我跟老師 你要不要坐前面比較寬敞 他說不要我要坐這邊 我說為什麼 他說這樣比較幸福 因為我要陪著小孩 我說好吧 所以他那時候 曾經有好一段時間 他就很愛坐這個位置 因為他覺得 可以跟小孩在一起 而且是兩個 那我家剛好又一男一女 所以當然這個空間 當然啦 你這個兒童安全座椅 這邊空間當然就是 稍微被局限住 沒辦法做太多伸展 不過還好 Blingo的頭部空間 It's very big BIG 有沒有聽過 BIG BIG 你看有這樣 手指打開 這樣打開 都碰不太到 有沒有看到 大概有四個拳頭 所以如果當時 我是買這部車 在全家人的話 我覺得我一定會非常開心 你看 這樣可以摸摸頭 是不是很讚 好 我們來看Blingo的第三排 其實應該算是我遇過 在4米7多的車場裡面 擁有最大第三排空間的 大概也就是Blingo 第一個 西部空間 一個圈頭還有魚 還有大概一個指頭 這是我的身高169 但是當然啦 跟有一些MPP比起來 它的第二排 沒有辦法前後移動 第三排 也沒有辦法前後移動 不過 以空間來講 是非常好用的 然後你看頭部 也至少大概兩個拳頭多 所以頭部空間 也是表現是非常好的 兩張座椅是獨立的 我們剛剛有示範過 它是可以獨立的拆掉 再裝回去 那稍微有點重量 但是不至於太麻煩 兩側各有一個置杯架 然後右邊的這個乘客 這邊還有一些置物空間 看你要擺手機啊 衛生紙啊 擺一些雜物 好的 我們現在上路試駕一下 那在主動安全的部分 先跟各位報告 因為入門的部分 因為它是踩六速手排的設定 然後在主安的配備呢 稍微少了一些 比如說像ACC自動跟車 然後像這個 所謂的車側盲點 這個部分呢 是在我們的第二級 跟今天試駕的頂規 這個是標準配備 那其他像這個 自動煞停啊 這個智慧型的速率調整啊 智慧型的這個速率掃描辨識 跟車道維持系統 這個都是標準配備啊 那各位有空可以去玩一下 那另外呢 它的整個操作 它不在方向盤上 它是在方向盤的左後方 所以建議是你稍微摸熟它 然後再來做一個操作會比較好 再來我們講引擎 引擎呢 1500cc才有渦輪 但重點是呢 這種車 因為常常你會買這種 基本上應該就是 載人的頻率會比較高 甚至會載到第三排 所以這種車基本上要看扭力 扭力呢 是30點多公斤 30出頭 在這個 在轉速很低的時候 就給你最大扭力 所以基本上 你大概像這種上坡 圍上 我們現在在這個 深坑的山坡上 所以基本上在上坡的情況下 30點多公斤的扭力 是非常好用的 你大概油門輕踩 整個速度就上來了 這個是柴油引擎 所帶來的一個最大好處 另外一個重點就是 變速箱 我剛剛講 120幾萬 你可以買到這個 買到這個 但重點是你可以買到 同級少有的 八速手自排 第一個我講八速 因為你速度 這個檔位越高 檔位越多 就可以讓你的平均轉速 是比較低的 這個對你的油耗表現有幫助之外 第二個 當你在大腳油門的時候 因為它這個 齒比多 所以它就可以去做 比較好的搭配 所以當你在整個加速的過程 整個速度的銜接也是非常不錯 另外一個就是 為什麼我會喜歡 八速的手自排呢 就是因為 妥善率通常會比 自手排還要來的好很多 這也是我喜歡 這個手自排的原因 所以引擎跟變速箱 基本上沒有太大問題 去開看看 另外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它的這個 歐系的底盤 我覺得歐洲底盤 真的是開起來 你會覺得 可能你如果第一次接觸 會覺得比較硬 歐洲車的設計的底盤 通常都比較紮實 那比較紮實相對 對你高速行駛的時候 穩定性表現相對都是比較好的 但是當你在大腳油門的時候 引擎的聲音 從前方傳來 稍微有一點明顯 但是除此之外 底盤 A柱 傳來的這個隔音 其實是抑制的相當不錯的 好 這個 我們回過頭來講 我們講一下結尾 結論 其實 我個人還是滿看CP值的 所謂CP值 我的CP值的定義 應該就是說 我既然要拿出這個價格 我就是要換到最多的配備 那這個配備呢 不是規格表列出來 配備越多越好 不是喔 而是這個配備是我需要的 我經常性用得到的 我只要一上車我就會想要用的 或者是我的小孩在車上 我就會用得到的 基本上這個叫我要的配備 所以各位呢 還是今天看我的試駕 我覺得我相信你們心裡會有一個分數 那我還是再次強調 如果說你今天的預算 有大概擺來出頭 110幾 120幾 你想要買一個空間超級大的MPV 要有歐系的底盤 要有A-10的自動跟車 自動煞停 車道輔助 這個主彎的配備 然後後面的小孩 可以安全的 舒服的坐在第二排的座椅 然後1.5的排量 30點出頭公斤的扭力 都夠用 那1.5的排量你不要小看 你去開開看 絕對夠用 重點是它的稅金 一年只要1萬出頭 是不是很讚呢 有不錯的動力表現 超大的空間 然後還有很不錯的油耗 19.4 你看這個老實說 也沒什麼可以挑的 我們今天就試駕到這邊 我們下次見 Bye 今天就要做我的 你吃到家 嗯 你看這個 你吃到西水